通灵就能见鬼,你相信吗? 几个小伙大晚上的,竟然玩起了通灵游戏 当然,他们请的可不是比先这样的小喽啰 男子打来一盆水,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血液滴入盆中 接着每个人都喝了一口,点燃了桌椅上的湿香油 手拉手,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鬼了 五人当中的阿伟天生就有阴阳眼,不玩游戏也能看见鬼 所以他拒绝了参加 起初阿伟以为大家是闹着玩 通灵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轻易请到 可就在这时,戴眼镜的千和说他看见了一个红衣女鬼 阿伟很无奈,这种小把戏只能吓唬吓唬女孩子 可就在这时,阿伟看向洗手间门口 竟然真撞见了女鬼,不过可不是什么红衣女鬼 而是蓝衣女鬼,阿伟见状不妙 打断了四人的通灵游戏,大伙都被扫了兴致 责怪起了阿伟,女友可可还叫阿伟不要捣乱 这时去上厕所的千和,神情慌张地从厕所跑了出来 说是看见鬼了,其他人觉得是千和的恶作剧 不过,好奇心驱使着大家跑到厕所一探究竟 众人来到厕所,扯开了玉帘 浴缸里赫然躺着的是眼镜男千和 众人吓傻了,那刚刚千和不是从厕所跑出来的吗 那外面的是谁,众人纷纷向大厅走去 眼镜男千和死了,死状凄惨 像是被什么东西吓死的一样 于是众人报了警,法医鉴定眼镜男千和是突发心脏病 也就是说是意外死亡 可自从上次玩了通灵游戏 几人好次都遇上了不干净的东西 参加通灵游戏的三人 也都陆陆续续的出现了意外 第一位,半夜听到有人召唤 彩空坠楼不慎身亡 第二位,勒死自己的亲妈后 用水果刀自杀身亡了 而第三位,也就是阿伟的女友可可 虽然还没有性命之忧 但是她如同中邪一般 练习起了戏曲 最近发生了两场命案 都与玩通灵游戏有关 警方也介入了调查 由于阿伟天生拥有阴阳眼 四眼仔率先找到阿伟 阿伟说 当晚他们几人玩了通灵游戏 但是是香油化验出来 只是普通的香油而已 四眼仔建议道 既然你有阴阳眼 那你去案发现场问一下千和 问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当阿伟来到案发现场 却发现眼镜男被一双手拉进了屋里 什么也没有问到 可可的男友长发男 没有玩通灵游戏 他也看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四眼仔分析道 长发男看见的是一个老头 他看见的是幻觉 是女鬼传送给他的幻觉 很显然是受女鬼的支配 而那个老头之前 住在黄山村 书上记载着在一个清明节的三天内 这条村就死了66个人 是这条村人口的三分之二 于是阿伟来到了黄山村 发现了楚人美帝灵渭 当他环顾四周的灵渭时 竟然看见了满屋子的鬼魂 阿伟吓破胆了 脚底像抹了油一样的跑了 阿伟来到茶馆对四眼仔说道 那个村子全是鬼 太吓人了 这是旁边一位大爷说道 邪得很呐 三天之内死了66个人 全靠一个小孩 他叫李强 楚人美最疼爱的就是他 全靠一只平安镯 平平安安到现在 在警方的调查下 他们找到了李强 原来李强是个孤儿 从小是楚人美带大 这时阿伟问道 楚人美是不是你小姨 现在已经出了三条命案 是不是跟你小姨有关 这时座椅上的水杯突然炸裂 看来也许真的和楚人美有关 阿伟和李强来到黄山村 李强说道 当年楚人美是被害死的 原来当年补万田请张小三 玷污了楚人美帝生育 是为了自家的儿子 能够娶到大户人家的女儿 从而陷害了楚人美 把楚人美活活打死了 后来三天内全村死了66个人 张小三被补万田砍死了 补万田七孔流血 被活活吓死 李强在离开村子之前 把楚人美送给他的手镯 戴在了楚人美帝手上 这才平息了楚人美帝怨气 没想到百年过去 怨气还没消散 李强和阿伟去找楚人美帝墓地 在溪水旁喝了一口溪水 来到墓地 可这里已经被夷为平地 阿伟上前问道 这里之前不是荒坟吗 怎么不见了 包公头说道 我们已经完好无损地 把坟墓迁移了 这时李强说 楚人美没有墓地 当时只是用席子卷起来的 没有墓碑的 这时他们看向溪水 看见了楚人美就在河中 可奇怪的是 李强是怎么看到的 难道是刚才喝了溪水 阿伟猜测 尸骨应该就在河底 这时四眼仔 在之前玩通灵游戏的房间发现 原来这间屋子停水 已经好几个月了 之前他们接的自来水 就是从那条小溪里流淌来的 看来他们是喝了 带怨气的溪水导致 李强在回家的路上 听见了楚人美地呼喊 走着走着 一根钢筋从天而降 李强死了 后来阿伟想起 李强所说的手镯 他跳入河底 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当他准备给楚美人 戴上手镯时 却被一只手抓住 阿伟也死了 四眼仔回到家里 发现大家疯了一样 总是出现幻觉 四眼仔没辙了 喝了那杯带怨气的溪水 瞬间就看见了楚人美 最后他们克服了心中的恐惧 活了下来 所以说克服恐惧的办法 就是克服内心 好了 我是胡说八道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